为何地狱中之狱族都以蓝色的来呈现 这个 实际上 地狱里面的色彩也不是一定 在佛经里面讲 地狱是化色 如果不是造地狱的夜暴 地狱在面前他也见不到 我们在过去 我在台湾有个老先生 朱金州老巨师 我出学佛的时候 他帮我很多忙 他在台湾办了一个印金处 台湾印金处是他办的 所以最早期我学佛了 看的一些经书都是他送给我的 他的岳父是张太炎 那么提起张太炎很多人都知道 民国初年 这是破学大死 他岳父曾经做过东岳的判官 东岳大帝 那鬼王 判官地位很高 就像当秘书长一样 地位很高 每天晚上他都上班去了 他晚上天黑的时候 就有两个小鬼 抬了个轿子 那时候还坐轿子 就去上班了 早晨天亮了 就送他回来了 哎呀 白天晚上都忙 很累 他曾经给这个东岳大帝 做了一个建议 他想到地狱的刑罚 有泡落 就是那个铜柱烧红的 让罪人去报 他这个太残酷了 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击 东岳大帝就让他去看 你呀 到那个刑场去参观一下 就派两个小鬼呀 带他去 走了一段路 小鬼告诉他 到了 他就在这儿 他看不见 他突然想到 佛说的 业力变现 不是 不是 东岳大帝 不是鬼王建设的 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 他明白这个道理 地狱人受这么多刑罚的时候 绝对不是阎罗王的事情 阎罗王才不管这个事情 你自己造的什么业 你自己变什么 就像做梦一样 确确实实不是真的 所以地藏经上说的好 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进来 一个是菩萨 进来度化众生 另外一个就是他受这个刑罚的人 他能看到地狱 别的人看不到 所以这个里面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看一种颜色 每一个人的这个这个叶感不相同 那么这个深蓝色的时候 蓝里面穿上黑色的时候 也许用一种恐怖的颜色 不是一个明亮的 不是光明的 那么用这个颜色 是画家来呈现 好 与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